若美亭从2001年进入台湾后一直稳战龙头宝座 平均月销售量在5000盒左右 年销售更成高达15万盒 如今突然停用 医生虽然表示支持 却坦言多少会造成困扰 医界担忧药物转为地下 将会更加难以控管 Zibutrami的成分的药 然后对于这个成分的药 它在人体的心脏疾病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而该药里头的成分 Zibutrami在99年已经由卫生署废纸 所有含该成分药品许可证 但在台东地区辖内 11月8号 由台东县卫生局进行例行性查核药局工作时 查获出一间台东市区内某药局贩卖的一周美售 配方内含有Zibutrami成分 遭卫生局举发 并请业者立即下架 这个药品呢 也是因为 因为其实也有民众检举说 这家店有卖这些东西 而且它的价钱又很贵 所以我们才会去把它拿鸡茶抽验 卫生局食品药物科提醒民众 若要身体保养 还是得勤劳一点 跑一趟医院比较安全 否则伤了荷包又伤身 无论怎么算 都是陪 通台新闻张育成黄浩军 台东市报导 有点